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财思敏捷,但脾气过于急躁,经常因为一两句不碎心的话便露火中烧。 他的父亲林宾日为避免他脾气坏事,便给他讲了个故事。 一天,有两个大汉扭送了一名年轻人去官府,并控告年轻人是个十恶不赦的不孝子,而现官性子耿直而急躁,一怒之下,故容分说便令人打了年轻人五十大板。 退堂时,一位老父主着拐杖闯上堂,哭哭啼啼地说,大人,请救救我们吧。 刚才有两个盗贼溜进我家偷牛,被我儿子发现,想把他们扭送官府,不料,反被强盗捆走了。 现官这才知道自己的脾气被人利用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林泽徐听后,恍然大悟,后来,他还在书房行幕处挂起了亲笔书写的横扁致怒。 坏脾气就是心魔,你不控制它,它便吞噬你。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脾气秉性,但这不意味着你可以乱发脾气,而脾气的好坏,不仅会影响你的生活质量,更会影响你的运势好坏。 要知道,人生在世,是为快乐喜悦而来,不是用来生气烦恼的,愚蠢的人只会生气,聪明的人知道生气不如争气。 有句名言说,好脾气宛如寝天,到处流放着光亮,让你自带光芒。 人生在世 最大的福报,莫过于有一个好脾气。 别让脾气阻挡了你的福气,因为你所有的福气都藏在脾气里。 幸福的家庭,离不开好脾气。 古人言,一人相遇,举坐不欢。 意思是满堂之上,一人不乐,众介未知不欢。 对家庭而言,一个人发脾气,会影响家里所有人的情绪,坏脾气是家庭公害,会极大的破坏家庭的温馨和美好。 著名主持人李静,当时已在央视小有名气的他,却毅然决定辞职创业。 创业的他,顶着欠债百万的压力四处拉投资,给客户应酬,每天忙着开会,节目策划和制作。 在那段难熬的日子,他喝醉过,也崩溃大哭过。 但一到家门口,他就立马擦干眼泪,跟没事人似的走进家门,因为他知道,只有把坏情绪留在门外,那么留在家里的,就是一片和睦与平静。 时至今日,李静已成为了身价过亿的企业家,但不管工作多忙,他仍然会每周留出一天时间,和先生,孩子带着小狗去看爷爷奶奶,跟家人团聚吃饭。 论语有言,不迁怒,不二过。 有点有趣,他们会把他交参, cual也会说,他拿着眼前。 雁我要的工具设计,不迁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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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因此,李静拉,不迁怒,不迁怒,不迁怒。 非常有趣,我优优党的感谢网,不迁怒,不迁怒。 因此,轮常会提供的席力加上、与火力加上、倍量不迁怒。 坏情绪就像一种病毒 家庭中如果有一个人情绪不良 很快就会传染给整个家庭 然而在这个世上能够成为家人 就是一种缘分温柔相待 远比用坏脾气对待要好得多 不要肆意用坏脾气去伤害你的家人 因为往往是最亲最爱的人 可以把人伤得很深 所谓家不是房子而是爱的总和 你的脾气藏着家庭的风水 只有用好脾气对待用爱浇灌 一个小家才会越来越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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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俗话讲,家和万事兴,这一辈子,别让脾气,毁了你的腹血。 愿我们都能够好好控制脾气,温和对待家人。 好脾气,好人生。圣言法师说,有德即是福,无称即无获,心宽瘦自言,良大致自愈。 好脾气。 是人生的一笔崇药财富。 王诞是宋真宗时期著名大臣。 当时他与扣准均是宋真宗的左臂右膀,王诞常在宋真宗面前夸赞扣准。 而扣准却经常说王诞的坏话。 一天,宋真宗向王诞告密说,轻虽称其美,比专谈轻恶。 王诞听后,也不生气,笑着说,这是理所当然的。 我认宰相时间久,处理的正事多,缺失也必然多。 扣准在您面前从不隐瞒,可见他忠诚直率,这也是我最敬重他的地方。 这是后来传到扣准耳朵里,对此十分惭愧并大赞王诞有气量。 。 还有一件是让扣准对王诞叹服。 扣准被宋真宗免去疏密时后,想谋始相职位,便请王诞帮忙。 王诞惊讶地说,将相之刃,岂可求也。 吴不受私请,当面回绝了扣准,令扣准十分失望。 但在随后的职务安排中,扣准却意外地被任命他梦寐以求的始相职位。 扣准又惊又喜,便对宋真宗感激地说, 唐不是您深知我,我怎么能得到这么好的职位呢? 然而宋真宗告诉他,这个职位是王诞推荐的,扣准大感意外。 从此对王诞由衷敬佩。 王诞在宋真宗身边任相十余年,不但被宋真宗视为公骨大臣,信任有加,而且背后是评价为平视之良相,流鸣千古。 什么样的脾气就是什么样的品性,什么样的脾气就会影响到你的一生。 群子说,怒不过多,喜不过瑜。 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让自己成为情绪的奴隶,而是应该反过来控制情绪。 生活中遇到糟心的事,谁都会有脾气,但发脾气是解决不了问题的,不仅苦了别人,也苦了自己。 善于调整自己的心态,是人生最大的财富。 心态好,人缘好,因为懂得宽容。 心态好,事事顺利,因为不拘小节。 心态好,生活愉快,因为懂得放下。 别让脾气和本事一样大,越有本事的人越没脾气。 心态好的人,处处圆融,处处圆满。 心态好的人。 愿意。 心态好的人。 心态好的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